第二排 左手邊第二排 左手邊第二排 對對對 左上角 對對對 好正中央 正中央 正中央 第一排 第二排 開心 來第三排 第三排有美女朋友們 然後右手邊 右手邊 右手邊 右手邊是這邊 右手邊是這邊 對對對 太開心 來正中央我們再看一下好不好 正中央 正中央 正中央這邊我們再看一下 來 3 2 1 好 恭喜恭喜 來來來來 好的 那麼恭喜得到這個獎 那你知道就是 剪輯這件事情通常都是 攝影師 要看攝影師好像有點默契 就是攝影師拍出什麼素材 然後你要在 不管是即時 譬如說在導播室裡面 或者說在後製間裡面 把這個東西故事化 然後讓它看起來是順利順暢的 你自己對於 這樣子的這種 跟攝影師或跟主持人 或是說跟 這畫面裡面的默契 是怎麼樣培養起來的 可以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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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培養 好 其實 因為在 默契上 工作上 是 其實 因為剛開始一定是很熟 因為彼此不是 不熟 嗯嗯嗯 所以你要長期有案子 或是說有 有東西可以做 是 這樣子模仿 是 好 那 其實 呃 應該是說 呃 其實你做獎金 不可能只懂 簡潔 所以你要在導播部分 攝影部分 你要知道 是 而且還在鏡頭語言 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他大概想要在 對 那所以在溝通的時候 所以你要了解所有的密集 是 你要看得透徹 所以你要 整個格局你要放大 是 要不能只是一個小小的點 是 了解 那麼剛才在台上 畫一個腳 很想要感謝 有沒有想要這個 因為現在是放鬆的時間 剛剛比較緊張 現在還有沒有什麼人 想要說想要感謝的 還是趕快去慶功宴 沒有沒有 因為我沒有拿一個 不為的獎項 還要再繼續拿獎就對了 太好了 就按下一個 呃 對我來講 這個獎對我蠻重要 所以我就覺得 好 期待 我希望待會兒再次看到你 好 恭喜你 恭喜你